我是周一透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财经spotlights 好礼拜三实时入扣 刚才林家昌告诉我们亚洲前50大 以及NOVA的前主厨才26岁的这位帅哥 现在正在台湾快散 刚才郑亮可能没听到 我说现在像我这样的 很多的四五年级生的人生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因为没有爱人了 所以就只好去追求美食 就种吃 天天沮丧 就统统都一直吃 不是啊 才是没有 因为太贪吃了 所以就晚餐不吃 晚餐不吃 然后晚上睡觉就会那个焦虑的 因为早上早上五点起床 一直吃吃吃到晚上 才没有呢 我跟秋如两个就做节目之前都没吃好不好 今天秋如还送你一个蛋卷 秋如什么时候送过我蛋卷啊 好这个今天是 今天有还蛮多题目要谈的 而且还蛮伤心的 谈这几个题目 所以我们两个要把心情沉淀一下 我也很伤心 你伤心的是哪一个题目 营业税啊 对这个我也很伤心 我们等一下好好分析一下 我真的是要诚心诚意的 劝告一下林全院长 你不能这样做 另外一个是柯文哲市长 你的这个策划问题太严重了 但是我们先来看 故事好像也蛮严重的样子 这个第一个 这个礼拜三 我们呢 所请到的是 上个礼拜他请假呢 应该是吧 没有啊 愿望你了 汉薇 你早 你不要这样好吧 好 汉薇这个我们的故事 关于联发科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IC设计 到底会不会死啊 最近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讨论 那这些讨论好像跟营收之间 我看台积电的营收还是很好啊 对啊 因为去 我看台积电就是 最近公布营收 其实会算是比去年跟 就是也还是有恢复到增长的这个状况 所以显见去年四月份过后 真的是有客户端啊 就是半导体真的有客户端 开始做一些调整 那所以你看起来 其实台积电 为什么股价又能够再回到相对的高档 这个也是市场上面蛮关注的 不过这个最近投资人 是心里也是蛮受伤的啊 因为最近台股的这个下跌 我看我们这个主管机关也出来讲话 台股这一次下跌 其实跟台湾没有太大的关系啦 主要是因为这个 英国脱不脱欧啦 对啊 他脱不脱欧 关我们什么事啊 他脱不脱欧 你要脱就脱嘛 当然可是市场就会担心啊 万一英国脱欧之后 会不会连带影响到欧洲的股市 你看最近德国的股市也是蛮恐怖的 每天都是百点以上的跌点 虽然他们的指数也蛮高的啦 可是真的跌得让人家怕 但是毕竟这样的答案 说实在话 没有人可以有一个把握 就好像最近 刚刚也就是几个小时前 一个最新的新闻 这个确定中国大陆 没有纳入MSCI的新兴市场 那到底这样的结果 对台股来讲是好还是不好 也是要等一下看 中国大陆开盘之后 还有台股开盘之后 的资金的效益 所以现在来看都是 大家在揣测 在猜测 就是说 他如果脱欧会怎么样 如果不脱欧会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情况 可能要等到6月23号 所以大家还要再忍耐一下 不过至少我们今天 可以观察一个重点 就是虽然说 营收就是电子股当中 有好有坏 有的好像比去年好了 好像台积电等等 那有的可能 这个IC设计族群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但是今天因为是 这个期货结算嘛 对 对我们可以看外资 这个5万口的多单 到底到最后会留多少 如果还是留的蛮多的话 其实他们虽然有点担心 但是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认为说 真的情况会像 金融风暴来这么恐怖 大家可以观察看看 好 非常谢谢 谢谢汉薇 谢谢 好 今天我们 这个 刚才资深 分析师 吕汉薇先生 帮我们解读了 这个股市的发展 今天有几个重要题目 我们谈 这个 科皮 因为今天是报纸 好几个报纸是 有的是头版头条 有的是内版头条 就是他把他的员工拿去策谎 这可能有违反劳基法 这好像是可以告的 劳基法 你怎么可以强迫员工 而且这没有效力 郑峰处说 我昨天就问他们 我策谎 我跟你讲 一般嫌犯 是要基于当事人同意 这个新闻很奇怪 郑峰处 他们现在就是要问说 这谁谁建议的 结果没人承认 我不管 那赖小李你要查嘛 你这违反劳基法 他们市政府员工是劳基法的 那其实没有 不是劳基法的话 有反人权 对啊 他 郑峰处长说 没有策划 那结果最后发现是有策划 我跟你讲 我听说是请外面一个卸任检察官进来做 他后来又说是民间策划公司 对对对因为郑峰不敢做啊 嗯 郑峰怕违法嘛 后来 郑峰处 因为他们要查几根泄 泄密给网路媒体的记者 然后就查说哪些人跟他那几天 那我请问你一下啊 那撤谎这件事情怎么又卸出来了 撤谎这件事情就被那个啊 是那个黄姓基要讲的吗 用黄姓基要被逼退啊 是他讲的吗 不肯被撤谎的是 不我知道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这个新闻是怎么出来的 那是不是再度外泄 那就泄中有泄 对啊 那你这个你这个 你这个基要群就是出了大问题了吗 一天到晚给你泄密 我觉得就是实话实说 因为我昨天问了林鹤明 鹤明就说 他们说他们只撤了 就先是一个一个副市长的基要 据说一个副市长基要 他说我没事 那我来撤谎 就邓家鸡嘛 邓家鸡的基要说我没事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昨天姚立民老师自己在 昨天我我 昨天我跟两个市议员同台 他们就直接讲了 就是而且说是刘文雄的儿子 哦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想 昨天都已经 他们有讲到邓家鸡 那邓家鸡的基要 就是刘文雄前立委的儿子 然后他就很火大被那个被怀疑 他就说那我就撤谎 结果那好这一段证实了 那问题是说 他如果要求撤谎 你针锋处就就就就真的去测吗 我不行 针锋处不能做 那我又嗯 柯P知不知道 柯P知道 当然知道 有报告柯P 当然知道 柯P是因为是医生他不懂 测谎的严重性吗 测谎要经当事人同意啊 这大家都知道了是啊 就算是同意 哦 好像也不太好吧 当然不行啊 怎么可以这样搞呢 后来呢 那另外两个人 因为有三个人吃了 我我跟你讲啊 你那个前因要先说一下 嗯 我听说是因为柯P有好几个私人行程 都被 然后他去现场的时候都看到媒体在现场等 所以他非常火大 这是 不是我说前因要讲出来 这不是国家机密有那么紧张干嘛 就是基要想要去跟记者做好朋友吗 呃 泄露市长的私密行程 这个算严重 好啦 这件事情也是泄露给一个网路记者也 而且抓到这三个嘛 对不对 那邓家基的基要去说要撤 那撤 那个阵锋处就真的找人来帮他撤了 撤了之后就问另外两个基要把他撤 对对 然后林轻荣的基要就是 拒绝吗 他拒绝吗 他拒绝吗 他拒绝 对 拒绝结果就把他当成嫌疑犯就 就把他fire掉了 听说其他人就顺手说 那个人围警处理掉了 对对 然后因为这样才昨天在咨询的时候才承认 对 撤谎哎 对 是这样 这件事真的知识体大 表示他幕僚连管理的能力都没有 他政治sense都没有啊 我政治sense是另一回事 是前因是因为他幕僚管理的不好嘛 哦 比如说你说蔡英文 有没有私人行程 可能也有啊 嗯 那你知道吗 嗯 可能 扣扣会知道啦 可是总部有 不会有媒体大阵仗在那边等你吧 那这就已经离谱了耶 对不对 我觉得炒替柯P难过 我这就满满沉重的 就是他身边 这刘明武应该下台吧 我看不是他的问题而已吧 柯P也有问题啊 把你的记要你的记要为什么一再的敢这样做 他现在就说 他办公室的顾问也被也有个庆章的顾问嘛 我听说他怀疑的范围有十几个啦 后来只有三个人啦 后来就不是啦 那是因为坐到那里就有一个人不干了嘛 对啦 他锁定三个人其实 可是他怀疑范围有十几个啦 对所以昨天一度传出来说是18个人 对可是你去想一想那个照理讲 市长的私密行程应该只有三四个人知道吧 对啊 他怎么会外泄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的 我不晓得我自己感觉到胃会痛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进广告因为我胃会痛 他这个绝对不是第一次啦 所以他才会那么火大 你说他他要被他要被泄很多次了 他被泄很多次了 但是你就透过正常程序 请这个针锋触查 或是说好好的查 有一个方式啊 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故意泄露 给几个人不同的行程 然后就查出来了 一般都是这样 我们要去查那个男朋友的外遇啊 一般都是这样 或是情人外遇都用这种方法 是啊 这么简单他都不懂吗 是啊 他应该学学郭正亮啊 郭正亮比他 不查 比他桃花朵 就你在完全诚信的程度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8点20分19秒 今天呢 这个因为报纸的头条 再加上 这个很多的震撼的讨论呢 我认为柯文哲市长今天应该自己要亲自说明怎么回事 然后 这个他说得清楚吗 不是这郑峰处长他是专业的郑峰的专业人员 郑峰没有介入啊 有他自己介入策谎啊 可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啦 管他怎样 你怎么可以不制止你的那个 你的同僚跟你的市长做那个策谎啊 我今天一定会被寻啊 郑峰处长是专业人士耶 我觉得这刘明虎应该下台吧 不他可能是被要求的啊 那你也不能同意啊 你应该誓死抵抗啊 这哪里有这种事 要不然就他们去蒙克文哲去骇克文哲吧 我看你不要帮他辩护吧 我没有帮他辩护啊 我也很痛啊 我觉得这如果是从 如果是从副市 假设是副市长的基要提议的啊 嗯 我很难想象这种感反驳啊 你那个权力关系 那种基要那么大吗 权力关系就是这样 他可能代表副市长啊 这个这个的内情就是一个姓章的顾问跟两个副市长的基要被认为是涉嫌人 然后姓章的顾问是权力很大 姓章的顾问有册啊 但是他两次撤访但是无法判定啊 这样啊 反正他跟柯P关系是很近的了 那柯P很多事情都会问他的意见 那你你说这样的关系 郑峰敢干嘛 你看啊 他说这个当然是联合报的查出来的 说郑峰处调阅了大家的手机通联 发现有三个人是 这三个人是比较嫌疑大 那他其实新闻上是很快的就就说跟科市长请示来策谎 可是昨天我问他们那个市政府的相关人员 他们是说因为这个呃 邓家基的基要就就流行基要说 那我就策谎好了 你说我有嫌疑所以才策 我很难想象这种东西要卸命会透过打电话 你如果你是立法委员啊 如果你的助理泄露什么东西 你问一问他跟你讲我策谎我策谎 你会答应吗 不可能啊 对啊 就像那个夫妻吵架你揍我你揍我 还你真的揍我了 这莫名其妙哎 怎么办啊这件事 怎么办 怎么办你赶快去烂你柯P吧怎么办 他自己的问题啊 嗯 这种事情我不相信人家没有跟他上报了 他一定说好啊 他知道啊 好啊 你看啊 这风处所以这风处 所以他有点 跟他请示 有他他他他知道 是吗 那问题是柯P是一个没有政治sense的人啊 你这已经不是这已经不是政治sense了吧 这已经是人权的基本观念了 那张顾问叫张艺散吧 那一样 他也有啊 他为什么不会去确认一下柯P 因为他是当事人 他想要求清白吧 我猜啦 我这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是张艺散干的啦 因为我对他蛮熟的 那就是就是嚷嚷之下这个郑峰处长没有没有及时管控啊 郑峰处长是公务员 谁是流明 我本来就是个就是过去的那个郑峰处长坏坏的 你不要对人家有偏见 不是他去年的时候还叫他的副处长打电话给我 约谈我 那你跟他说本姑娘没空 那你更该批评的是柯P 他也不敢撤我黄航 这是莫名其妙 柯P就应该阻止嘛 对啊 那柯P现在怎么上后呢 你是危机专家 他会被被询啊 然后呢 要讲真相啊 把真相讲出来道歉 当然是这样啊 发誓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事实上我知道有议员要质询那个赖湘林啊 哦 劳劳工局长要看看有没有违反劳基法 或者说这个对于员工的基本人权 你为什么心灵伤害 人家一定会这样质询嘛 所以你未来这个市府员工随便都可以叫来测谎啊 没有人家不测你就把人家fire掉啊 是啊 这里面会不会有政治斗争啊 我无法判断啦 不过 因为是两个副市长的基要吗 我真的很少看过说有一个市长啊 尤其是台北市长 连续私密行程被曝光了 对啊 然后引起市长火大说一定要追究这个市长 他火大也是对的嘛 合理啊 可是为什么会连续曝光 你有听过什么 我们的蔡英文啊 或者以前阿伯当市长吗 也有当市长发生过这种事吗 对啊 那就是你的整个基要群出问题嘛 那你的基要群为什么会出问题 因为他们不怕你啊 不也是离心离德吧 或者是你的管理出问题吧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不然我是觉得 不然机密行程照理讲都只有不到五个人知道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今天这个标题叫做离谱大巨蛋乌龙民调召谢 尽找民间公司测谎 离谱副市长林青龙基要拒绝测谎 竟然招逼退 不管他这个报纸是不是有主观的判断 我觉得 然后再离谱连测谎这件事也被泄密 对被许淑华拿来问 对啊 人家怎么会知道 而且人家昨天就知道了 所以政治真的是一个专业 政治能力真的真的还蛮蛮重要的 怪不得蔡其昌 我看他只适合管十个人规模那种 急诊室 柯P适合把死人救回来 还有适合做那种不是生跟死的决断那种 对对对 哎真是的 替他难过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谈 一个就是那个 长照要把营业税增加0.5个百分点 这两个你是民进党的人 你们这样做好吗 其实选钱不是甚至116之后 他就讨论过 林权事上就提过这个案 对啊 那个时候党内就非常反对 因为这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而且一定先转嫁 对 而且一定是转嫁百分之一 永远回不来 而且我跟你讲一定是转嫁百分之一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加税的一个政府 这油电双掌一样嘛 那他的意思说我们不是加税 我们是为长照去照顾老老老老年人 你自己也会变老 我跟你讲 大家第一时间的感觉就是通货膨胀 对 然后企业一定都转嫁给消费者 这跟油电双掌一样 然后所有的人 因为你要知道不是大部分人都使用油电 对 那不是大部分人家里都有老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 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叫做 没有错你认为很 你终究会碰到 可是有些人不骑车啊 他坐捷运啊 我现在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了 我30岁都过不了了 我还管我60岁80岁的 我觉得这些官员 他们好理想性 他说这个 这个不是理想性啊 因为大家认为说移证税本质上不是一个 移证税他增加到 因为因为马英九莫名其妙 把移证税从50%降低到10% 是有点过分对不对 我跟你讲 可是这个是变动税啦 你没有把握 他裁员没有那么的确定 对 那你就 那你他还说 营业税从5%增加到5.5% 他还说这个是从明年6月以后 行政院再决定 但是你现在说了 你只要一过你就是一个 加税的一个政府你就完蛋了 一定会预期 我不知道蔡英文怎么想 或者是林权怎么想 那你为什么不去加土地税啊 对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房屋交易 房屋税啊 房屋交易 富人税 这个富人税已经加到 去年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税收 这个中央税收还不错耶 那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证券交易 那种资本利得税后遗症太大 那土地房屋 对啊 这个长期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你该面对一下 为什么不一次解决 因为5.5你虽然只增加0.5 我觉得这不是说资本价 或是资方的反弹 而是说资方一定转价给消费者嘛 百分之百啦 然后呢 而且我跟你讲啊 那个这个是使用者付费概念 对对 那中下阶层的基本消费是跑不掉的 因为他一定要消费嘛 嗯 不是吗 对啊 那像有一些 比较有钱的 比如说扣扣他上海外买意大利的鞋子啊 那那种就磕不到啊 不在海外买都在台湾买还有关税 哦那有关税 有有 我都乖乖付税 那那个不是营业税啊 你去你去问问看 因为你不使用台湾的发票啊 对不对 像你这个动不动就出国了 又买一堆东西回来那种啊 那种就磕不到啊 对啊 所以我真的 痛彻心悲的建议我们的政府 尤其是民进党政府 你可不可以 我给你保证 用人 人心用肉做的方式来做 我给你保证 这个一条没有进入讨论啊 我给你保证 大部分民进党立委是反对 当然反对了 你你你这个 我真的受不了他的想法 已经反对过一次 对啊 他怎么又忘记了 真是 就上一次讲的时候 那个就是在内部 那时候就反弹很大了 那一年讨议的时候就已经反弹很大 结果昨天还行政立法协调会议还谈 那个段一康 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非常生气啊 不是说不能加税耶 是 是什么税嘛 他们这种说法就是 你现在给 将来你老了也会用得到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好奇怪的 很少人会这样想啊 不是 这不合理嘛 嗯 哎呦 拜托拜托呀 蔡英文 再喝几个茶吧 来看新任的政府 如果他要增加 最近对于这个 民进党政府来讲 我觉得就是只有蔡英文表现还不错 他去巴拉玛 昨天那个吕副总统在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说要稍微的不要那么过度乐观 要注意了要注意 我觉得他讲的还蛮中肯的啊 因为巴拉玛邀请了七十几个国家 到目前回韩的只有十个 那书面的只有我们 另外九个都是口头嘛 对 所以他就用李登辉当例子嘛 对 说曾经被劝到只剩下一个 只剩一个李登辉啊 对对对 一百周年的时候 对那对那 吕副这一段是讲了秘辛啊 嗯 因为是他出去访问 然后后来他又接触了巴拉玛了 人家在他面前抱怨 抱怨对对 那就是老共给钱给别的国家 或是劝退别的国家的领袖 叫他不要跟李登辉同台 当然是这样 那他们也会这样做吗 对付小英 现在的国力更大 比起李登辉时期 现在习近平要到波兰啊 什么去访问啊 17号他要去 那你觉得小英去巴拉玛 他们会报仇吗 我 跟别的国家建交吗 所以这种 我这种意思算低度的 他出重手就不好啊 现在两边关系很如履薄冰啊 出重手他跟巴拉玛建交更可怕 他是不会这样做 他太过头了 那等于把那个大便扔在人家头上 所以我说不至于嘛 可是这个重蹈历史负责跟李登辉一样 可能性是有的 不现在外交不说 还有中美中美洲几个国家 至少卡洛不去 欧巴马不去 不是这样啦 是去谁啦 就是到时候可能不是元首去嘛 这就是把台湾当成瘟疫的国家 而且你看大陆派什么人去 他派个副司长去耶 小科长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不故意 科长说不然走过来跟赞英文握个手 派个交通部长之类的吧 对不对 因为他们比较重视实质嘛 巴拉玉和他们出很多钱耶 他事实上也是他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 对啊 可是我们有长荣在那里啊 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长荣在那力量已经不大了吗 你也不能这样讲 还是很大啊 不是啦 因为巴拉玛本来就是值得投资的地方 对啊对啊 这次那个蔡英文有带几个企业家去 因为巴拉玛 你看巴拉玛文件嘛 他是自由港嘛 对 那他离美国又近嘛 我觉得习近平不太敢去巴拉玛 因为他如果正去了他们家 跟巴拉玛 瓜田里下 又被讲他家 又被讲一次 所以很多国家不敢去 哎呦真实的 那个地方本来就有投资价值了 对啊 就是蔡英文去 不要过度乐观 其实也是正确的 只是 在他去的那一段时间又去巴拉玺 那老公会不会狠狠 跟一个我们的建交国建交或是 我觉得还好 不会呢 你觉得不会 我认为不会 我昨天问罗智政 他说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那就是完全不能回头了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那那所以蔡英文 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不是双疤 那是什么 而是过境美国会有什么事 不会啦 蔡英文一定会信守承诺 不是啦 可是会有谁来看你 他不是说伯瑞光吗 嗯 那太小了 那怎样打电话 我不知道啦 我们不知道 嗯 不 嗯 这个这个 看啦 看谁会来看你 当然当地州长 当地参议员 那是不是有 怎么级别的 我们不知道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总统就职 就职不到 就职才不到两个月就出国 也以前都没有 我这个是被动的啦 哦 因为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嘛 对对对对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啦 对好 这个是蔡英文的出访啊 那昨天吕傅的诚恳的建议 不过外交部 吕傅昨天讲的不错啊 他昨天晚上外交部还发一个稿子 呃 稍微的说明那个元首多少个 谢谢吕傅的建议等等 不吕傅对外交是很熟的 很熟很熟 这是其实吕傅那三本书哦 他那一套三本书 你知道国使馆才出多少多少本吗 多少套吗 对 500套 根本买不到 差不多啦 啊 因为那种书市面上也不会有人买 你之前怎么知道 那我是亲亲自去买的 那国使馆不送说 不是他送你的吗 我买的啊 真的啊 而且我自己石头腰包买的 我还开车跑到那个书店去 然后整个人周末就在看那一套书 不错看呢 不错啊 那套书还不错看 讲过程量以后写回音了我也会问 这就吕傅上你的节目 还可以成为新闻不容易啊 其实其实吕傅这个人 大家对他有偏见成见 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 谈外交没问题的 他是个人才 谈外交没问题 某一个部分 而且他不要谈本党音乐就好 他够清廉啦 他至少他干干净净的嘛 他本人不错 这是吕傅 我觉得民进党人也不要因为吕傅昨天讲那个话 小英身边有些人就听到就 就有点 这样子 你常常觉得 觉得故意刺他 我倒不觉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你当过立委 黄昭顺礼拜一那个那个演出 到底怎么回事 完全无效 真的吗 可是他是他说他是学呃 陈其迈上个礼拜一的表现 没有那种事了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陈其迈那个是在会会会议时间之之内 嗯 而且还没有上会 然后陈其迈 事实上现场有表决啊 那只是说你如果对意识度不满 要延会要表决 你书面要提 那是礼拜三 我讲的是上礼拜一 上礼拜一陈其迈不是在委员会里面 通过不当党产条例出审吗 对啊 那他是嗯 好像他是有延会 然后就表决说要延会 对不对 然后就通过了以那个审查条例 那黄昭顺不是 黄昭顺就是上会之后 他自己跑回来啊 对 人家大家都上会了 结果他六点五十分 而且现场没人啊 是啊六点多跑回来 可是他带了他们国民党的委员回来啊 那个不算哪有人这样搞的啊 所以他们说今天早上要打那个 议事录确定战 嗯 是要打这个礼拜一的 我昨天有看到那个假冻的通知啊 那个呃 民进党的假冻通知 那今天早上会怎样 会打起来啊 不 国民党就是少数嘛 不是 民进党今天要提那异议嘛 对不对 他提书面异议嘛 然后呢 我们怎么看这场游戏 我这个就是 这就乱搞嘛 我在立法院六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黄昭顺这种行为 你说黄昭顺真的是乱搞啊 我我陈其外这种行为比较常见啊 哦就打议事 就是我是多数嘛 那我在现场就硬表决 对 哦那不让你有时间 嗯 这个这个比较常见 黄昭顺这个是 你的对手根本就已经离开了 然后你自己回来自己爽啊 人家打突袭战啊 没有人这样搞的啦 这好像打乒乓球 而且球赛结束之后 我拿了一个球 自己就一直打到对面去 我说我赢了 我赢了我赢了 笑死人了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啊 可是啊可是为什么国民党还振振有词呢 不是啦因为他他我觉得他只是要凸显这个议题而已啦 你你你讲到重点了 没有没有 他凸显这个四年六年的议题 然后他要凸显民进党是反陆配的 对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 陆配四年恐怕台湾民意也不一定支持吧 以前是十年 以前是八年啦 十年八年六年 对啊六年已经是合理的数字了 那外配是多少年呢 外配是 没有四年的啦 嗯 没有四年的啦 这个后来我看今天的报纸说 这个我觉得他只是要试好了 表示说在两岸再再打一个坎 就是国民党要跟大陆的陆配 或说跟大陆中国讲说 我还是比较亲亲中国 对类似这样 比如说马英九要去香港也是这个目的啊 只是说不准而已啊 那张晓月怎么怎么答复的时候 最六年四年他好像有点 嗯 还不太进入情况的样子 张晓月啊 张晓月本来就对两岸不熟啊 对啊 听说他入委会主委 他以前是外交系统 他的基要比他重要 我看秋锤震比较重要吧 我讲白了 就他身边的人都是小英的 不是秋锤震以前当陈明通 对的副的 那个办公室主任啊 主任啊 人家一路这样上来的啊 秋锤震现在是副主委 所以 秋锤震一定比他熟的啦 百分之百啦 对啦 张晓月长的是蛮可爱的 答复咨询还蛮有样子的 这不 他是外交外交系统出身 那我问你民进党如果在四年六年上面 在那边实质议题上争来争去 会不会对民进党有伤害 什么实质议题 就是四年六年啊 对陆配不友善啊 不是嘛对不起 那这个这个议题来做民调好不好 哦对哈 这个就好比你 因为有一些议题不是用民调解决嘛 嗯 比如说联发科这个可以用民调解决嘛 对不对 联发科这个已经明显是分裂成两种判断嘛 嗯对不对 那这个还是要经由大家专业沟通来解决 那就要靠聪明的领导人 当然是我认为蔡英文跟林权心里有底啦 哦对 他现在还还不便出手啦 对啦 嗯 要让各种意见先浮出来嘛 好 那我们等一下要进广告要看看 为什么朱敬一可以做做WTO代表 这你去问林权吧 你怎么会问我呢 不过如果类型员都可以做的话 为什么朱敬一不可以做呢 我听说朱敬一跟陈天之都是林权最好的朋友 啊 那问题是朱敬一对选举有帮助吗 住外的这个 住外应该是由总统 应该由总统 对那完全是政治任命对不对 那政治任命 朱敬一他在来的政府任内 我刚才 你记不记得本来传出要当工业院长 就有一对的联署反对 是啊 那个那个自由时报 那用头版二版头 骂了好几天啊 是啊 那朱敬一这个人 我我听过国民党的阁员说 我认为WTO的就是欧洲那个代表啊 嗯 赖信员比他适合了 赖信员参加过国安会那个咨询委员 反过WTO啊 赖信员对WTO是很熟的 我跟你讲 人家是真的很认真 我不懂啊 他还处理过毛巾的请求案 你记不记得 对啦 人家是真的很熟的 不过基本上来讲 你们这些住外 你不要把这两个人类别 不是你不能这样子 我就是临权要不要悬业勒马 朱敬一真的不适合耶 啊 然后住外为什么都要走 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些年轻人呢 哈哈 我觉得司马新加坡这个啊 争议比较小了 司马人是很优秀了 而且我坦白讲他跟 他跟这个绿营的关系也比较少了 就是在蔡英文的政府回复政权的过程当中 司马是有贡献的 我们这样讲好了 而且他也是外交记者出身 对啊 而且他是国安会副秘书长出身 跟西加坡有一定的交情 那你朱敬一呢 是啊 你朱敬一在那个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你还扯后腿 林权你去查一查某些评论 在某个网路上的对对蔡家非常不友善评论 谁写的好不好 林权真的是不进入情况耶 我们还有包括跟绿营的关系 性广告吧 这种驻外大使 不过当时赖信源这个驻WTO的时候 马英九这样搞 莱颖也很生气啊 不过赖信源至少真的是这个专业啊 我们赖信源好像也被逼退回来的 因为我听了罗自正讲过好多次 不是啦他已经 WTO代表都不辞职都不辞职 他已经政党轮替了嘛 这合理嘛 可是现在就是说你新的政党上来 为什么任命一个也不是WTO专长 对呀 然后选举也没贡献 对呀 什么嘛 为什么是你呢 对呀 郭正良今天胆子比较明确一点 他平常都会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当初对赖信源 我就认为他还算是WTO专业 不像话 林权院长 如果这是你任命的租金一 后果你自己付吧 这广告了 好这个今天才15号也 嗯 他那个执政蔡英文林权政府才不到一个月 对呀 对呀 我觉得进展还蛮波涛汹涌 这个还蛮滚动前进啊 你不觉得吗 我应该是集中在几个 我觉得比较倒霉的是贺诚啊 因为陆续发生很多事 但是我觉得贺诚呢 他他虽然有些地方我们批评 可是我觉得他 他有他专业的坚持 我觉得他他跟冯世宽的不进入状况啊 还有张景深的异想天开是不一样的 你讲的很好笑 冯世宽是不进入状况 不进入状况 张景深异想天开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但是专业的坚持 他是有点固执啊 可是他对雪山隧道那个雪隧啊 他说不能够换车道 他的讲法我同意啊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 你把这三个人列为三宝 我是为贺诚教区啦 贺诚那种事可以讨论 不要啦 我们要把贺诚这个 已经留校查看已经变及格了 贺诚是比较倒霉啦 就淘基 这个坦白讲 这是几年的癌症了 但他用了曾大人 很多人在哀叫 是啦 这我同意啦 可是对啦对啦 这个我就不 argue 我是说 他跟张景深 跟冯世宽的问题是不一样 张景深我真的是不熟欸 可是我觉得他都五十几岁了 那你老是这样k他也不太好意思啊 那冯世宽昨天跟媒体讲 含笑牺牲是干什么 那王世坚说那个技工讲话 都是含笑的 你又不是在三军官校的毕业便利 冯世宽又不是林泉用的 你觉得冯世宽谁用的 无必招吗 我不管啦 可是就是你这个人 你怎么还没有进入状况的感觉啦 我问你嘛 蔡英文的军事幕僚谁嘛 想不出来 我觉得可能使用的结果 远超乎你的意料之外啦 那怎么办 他们找了一个爷爷回来 比如说小英 小英对国防事上 总统也进行了几个行程 很好啊 那几个行程国防部 总要做个配合解释吧 或者是国防工业要自主化 你总要做点宣传吧 我都没有看到 因为他在野太久了 我现在看到他就想到技工啊 对 他的含笑牺牲 当然就说他只是把一个 他的老年的 他七十几岁的那个 以前的洗脑的那个教育 还有什么应急炮弹四万发 要送到太平岛 你他我也要跑到AID去解释 是啊 那后来又说 哎呀那个已经送去了 可是这个不是 我们是在讲别的地方 这不能算在灵犬障上啊 我现在像他本人啊 这没有人会离谱到这样 那怎么办呢 小英要请他喝茶 要喝好几天啊 我觉得他的 他的病可能跟张景臣是同一类 你们明镜党没有军事人才啊 怎么会没有啦 小亨利那些都跑哪去了 以前那些 可能蔡英文想说要用军 军事系统自己出身的人 我觉得空军本来就比较浪漫啊 空军出身的人 就会说含笑牺牲 你这个他也 我倒不觉得他有那么讨厌啊 他不是讨厌 他是离谱 好啦 那张小弟张景臣呢 那个就是异想天开的啦 他蛮可爱的啊 他不知道女人逛百货公司是怎么回事 不过跟你讲啊 这也凸显他关心这件事 他怕缺电啦 他一直很缺 在520之前 他还跑去跟人家讲 那他认为夏天正热还没来嘛 所以他很怕七八月会出事嘛 布林全讲的比较对 到他家倒百货公司 所以他会说去银行更好 林全那个方法才对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张景臣他脑袋里面都在想这个问题啦 这怎么办怎么办 那他总要跟他的秘书商量一下 或我今天发表这个下午 叫大家百货公司关门 怎么样 他秘书可能会骂他 你头头昏啊 我看林全除了要他把脸书关掉之外 要把嘴巴用啥巴 要禁止他上节目 因为他那个是在一个广播讲的嘛 你不能这样子大家都不上节目 我们广播怎么活啊 我这个只针对张景臣 那也不对啊 不是啊因为他常常会放炮啊 节电措施啊 行政院并不是没有讨论过 我知道啊 可是绝对没有这一点 不是你也不能叫人家不要去办公司 就服出了嘛 没什么大事 其他重大的方向感还是要出来啦 我觉得蔡英文反应很好啊 那个总统个人表现是最好 而且他还找大家来讨论啊 他比那个 我知道了 他比2012年的马英总 那个麻木不能够动 可是经经济的部分 林全要给人家方向感 对啊对啊 方向感要出来 好 继续加油 季公加油 不代表本来 可可早餐节目制作人陈秋如 企划制作王孟琪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